那么这段经文越从兴起,兴为越用 越引心而受心 这是跟你讲 死法界的由来 那么六道 天人 阿修罗 人道 地恶鬼畜生 这六道的众生 他的身形都不一样 比如说天人 天人的身高非常的 高大 人 大概是七次 那地恶鬼跟畜生道的众生 身形又不一样 那么这个是从 中基督里面的经文 中基督里面 有名颜色大师这么说 乎越引心起 心为越用 越引心而受心 就是转生受生 那怎么个转生受生改行异道呢 无量说里面讲说转生受生改行异道 就是跟这个越引心而受心 是同样的意思 就随他的意识呢 去变现 那一道众生的身形 跟相貌 相状 越引心而受心 心随夜而作敬 难者呢 因夜受生 深返造业 从心做敬 敬父生心 若引随行 而屈子 是 有想 随身而大笑意 那这段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说 越引心而受心 这就是隐夜 你转生到 第一道 误鬼道 出生道 他受的身形的形状不一样 那就是隐夜 不同 那么隐呢 就是 引导我们到哪一道去脱胎 我们阿赖也是里面呢 这个夜袭种子 很多 概括来说呢 是善恶无忌 有些种子很深 力量很强 李秉斗老师说呢 人灵命中的时候 人灵命中的时候 最后一口气断了以后 看哪个种子献出来 如果恋福的种子献出来 那就往生极乐 如果贪心的种子 献出来 那就往生恶鬼道 所以强者先牵 重者偏罪 所以 有些种子很深 力量很强 他就要先受生 先去受报 那么六道呢 佛告诉我们 上品是善 引导你升天上 如果是欲望没有断 如果是欲望没有断 当然是生意这一天 如果你有修禅定 真正的定 禅定因为有能力服务 虽然烦恼没有断 但是呢 他可以服得住 让烦恼不起现行 那么就升色阶天 那么色阶呢 他就有 初产 二产 三产 四产 就四产天 就升色阶天 那么定功更高的 升无色阶天 就是四空定 这四空定 跟前面色阶的 四产天 合起来叫四产八定 那么这个是指升天 往下的 受生于阿修罗道 阿修罗道 如果独立来说 跟天人 第一欲望会成为六道 如果是讲武器杂基地 讲武器就是五道 阿修罗 如果六道里面不讲阿修罗的话 那么阿修罗分成天阿修罗 人道阿修罗 像有些世间的政治人物 斗争性很强 基督心很重 成分性很重 这个都是属于人道阿修罗 就是生前他行五戒时善的时候 基督心特别强 有行 时善 但是 没有那个德行 所以 天阿修罗 他是有天福 没有天德 那人道阿修罗就是他前世 行善的时候喜欢跟人家竞争 基督心很强 这人道阿修罗 还有出生道阿修罗 有些出生道的动物 成分性很强 就是出生道阿修罗 恶鬼道也有阿修罗 以上这四种 是属于 世道的阿修罗 投生到哪一道的众生 就根据他的营业 那么如果是修阿修罗 也是要修丧品时善 那问题是他修丧品时善 为什么 变成阿修罗呢 因为他有两个烦恼 第一个好胜 有强烈的好胜心 傲慢 所以你看 如果你在学佛的时候 你修行行善了 你有这个好胜心 还有傲慢心 那将来的 归处就是 天界阿修罗 那么这样就会跺到阿修罗道去了 他的福报呢 跟一界天人一样 也是大福报 傲慢加容易惩恨 所以好胜心重 杀心也很重 这是归阿修罗 有天之福 他的福报跟天一样 但是没有天的德 天呢 他是仁慈的 那么天 你要到色界天 你还要修 没有慈悲洗手 是无量心 所以 天有德 那上品时善 慈悲洗手 就是天人 那么阿修罗呢 他就是 没有慈悲洗手 那么 那么到人道里面呢 就是修五戒 五戒感得人生 五戒呢 再加上中品时善 中品时善 得人生 那就到人道来脱胎了 那么如果你贪心重 贪爱重 贪婪心重 那贪心就对恶鬼了 这个烦恼呢 就 这个烦恼重呢 就引你到恶鬼道去脱胎 去受生 鬼呢 就是贪 没有不贪的鬼 那么 诚恨心重呢 就多地义啦 诚恨心再加 嫉妒心呢 那就到地义去了 那乙思心重呢 就多出生道 余思是什么 是是非黑白搞不清楚 人瘾亦瘾 自己没有智慧 他就到出生道去了 所以这个是属于 这里讲的 恶隐心 受生 这个隐呢 是指隐恶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这个隐心 这个恶隐呢 就是隐恶 他这个恶呢 就会引导到他大脑 一道去受生 那么 前面这段经文 夜从新奇呢 新为夜用呢 就是我们 近空老法师讲的 宇宙万物呢 是新现事变 所以夜从新奇 新为夜用 八个字呢 就是新现事变 那么在 无量寿经节里面 也有提到说 盖以其人生前智慧不明 至今复早 今虽亲见弥陀 而临佛训 但以心过未除 勤见尤 故须多闻心息 增长智慧 舍能信节佛语 故隐久久 亦当开解欢喜 这是老法师引用 无量寿经的讲迹里面 这是生到 极乐世界的边地的人 他就是 智慧不明至今复早 虽然他见到阿弥陀佛 听到阿弥陀佛的开示 但是他新过未除 勤见尤尘 就是他勤职 见过都还存在 新过就是他的烦恼 没有办法断除 所以他必须要继续 多闻心息 增长智慧 才能信节佛语 那么他 新久以后 自然就能够开解欢喜 这是说 边地的人 生到边地的人 一旦忏悔觉悟了 他就能够离开边地 化开见佛 见佛很快 所以 由此可知 障碍不在外面 统统在里面 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 清楚明白 为什么 你这样才有办法 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以学大圣的人 一定深信不疑 就是你这个身体 包括法界 悉空界 一切众生 万事万物 都是自己的新线事变的 你每天 六根结束六成 你都是用八四五十一个新手 所以你每天 每天所 产生出来的情细 五因感受 受受想行事 都怎么样 都是自己的心事变现 所以佛陀才在金刚那里面讲说 以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入幽电 映坐如是观 都是你自己新线出来的 新生者 种种法生 新妹者 种种法妹 那心为什么能陷呢 为什么能生呢 生起这些现象呢 生起这些好坏 没丑 没丑 是非 善恶 喜欢跟不喜欢 对顺境你就生起贪爱 对逆境 违逆的境界 你就生起 不悦 烦恼 惩恨 为什么会生起这些现象呢 灰能大师开悟的说得好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这句话 用白话的解说说 没有想到自信能生出万法 包含自己的身体 六大师给我们做证明 但是问题是 自信怎么会生出这个烦恼呢 因为你迷了 你起了执着了 你的我执 我向 人向 中向 受罗向 生出来了 所以产生烦恼 本来 何其自信是本自清净 本自济止 本不动摇 本不生灭的 而且能生万法 可是你现在为什么生出烦恼呢 就是因为你一恋无名生三弃 进这些文章六出 所以万法没有生的时候 是个什么样子呢 六大师说 何其自信本自济止 也就是 以作万法 是自信里头 本来就有的 没有缘他不限 有缘他就限 这个缘是什么呢 缘是起心动念 所以你为什么会 会有这个散漏 没所是非的分别呢 因为你起心动念 遇到 六根对六成的时候 有人是物的时候 你就产生这种对立了 能见所见 所以缘也是起心动念 那么现在科学家证明 来讲的 波动现象 真心 本来是不动的 本无动摇 这是说真心 真心本无动摇 说明真心是本来不动的 那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本体 所以我们说 花开见佛 勿无声 那个勿无声就是 证得这个不生不灭的本体 这个不生不灭的本体就是 无量寿里面讲 开化显示真实之际 那个见到法身 那就是法身的 那他的象呢 就是波乐的 那他的用呢 就是谢托德 所以法身德呢 是 毗鲁舍那佛 那波乐的呢 鲁舍那佛 那 谢托德呢 拜见你法身佛 所以真心是不动的 一念不绝 不是真心动 是忘心动 一念不绝 就是起了个忘心 忘心一动 真心就现象 真心现象 真心虽然现象 但是真心还是不动 但是他现象了 他本质既旨变成能生万法 所以一切法 切切实实是我们自己心生的 是跟着我们的念头再生变法 也是我们真正能够了解 自己的命令 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与别人没有关系 佛内 无量的慈悲 无尽的慈悲 我们遇到困难 病痛 或者是 报的寿命到了 火能不能给我们延长呢 如果不能给我们延长 佛的慈悲何在呢 我们遇到灾难 火能不能 帮助我们化解呢 如果不能帮我们化解 佛就不慈悲了 经典上说的是真法 佛 亦能亦不能 所以佛有三不能 众生度不尽 无言不能度 定内不可转 所以佛也是可以 但是 亦不能 亦不能是什么 定内不可转 那佛能呢 就是佛告诉你真相 告诉你修行的方法 道理 比如说了凡事性 也可以视同佛说的 因为 佛经有五人说 了凡事性 他符合佛说的四个法印 诸恶莫咒 众善奉行 自信即以 视之佛教 所以呢 了凡事性也可以视同佛经 所以这个地方讲佛 能不能帮你化解灾难 能不能帮你延长寿命 然后法是说佛 亦能亦不能 假如你不按照佛陀教的这个方法 去做 你不依照了凡事性 交的方法去做 那定内不可转 佛亦不能 所以六大师才说 自修自物自度 那佛为什么亦能呢 因为你只要肯 老实真干 听佛的开示 照佛教的方法去做 你学严了凡先生 你就可以改变 自己的业力 把定内 把这个定内的 常数 改成变数 那就改变命运了 了凡事性里面讲 过去二十年被 神算 孔先生算定 那是定数 那是 血弱之身 可是听引古禅师开示以后 他先改自己的毛病习气 先 反攻自省 最后 他创造了变数 改变了业力 改毛病习气 最后 行三千善 三千善 一万善 最后他得到公民 也得到儿子 而且也延寿 这就是佛一能 佛就可以教你了 因为 为事为心所限 为事所缘 佛不能是什么回事呢 佛怎么说呢 佛怎么说能呢 佛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你 你自己明白了 明白的时候 你自己用你自己的心恋去转 这叫做佛能 要懂 不能迷信 佛可以教给我们方法 以上呢 以上呢 是提到 永明元硕大师的中进路 越从心起 心为越用 越隐心 而受刑 我们特别引用老法师 所开示的隐业 还有以作万法是新线事变 来解释 但是 死法界的义 从哪里来 那么往下 我们也会探讨到这个 死法界的因年 那么越从心起 行为越用 越隐心 而受刑 我们就谈到这里 好